Bonjour, bienvenue dans ma rubrique Une minute de français tous les jours Je suis Liliana 你好,欢迎来到每天一分钟法语 我是 Liliana 今天 Liliana要跟大家分享 关于我压力很大的四种法语表达 第一种用的是她的形容词 je me sens stressé je是主语我 me sens 这里面的动词原型呢 这里面是一个代词是动词 记得这个词法代词 要跟主语进行变化 表示感到的意思 stressé 这里面是一个形容词 表示感到压力 je me sens stressé 我感到压力很大 第二种呢 用它的动词 stressé这个动词表示 使某人紧张 使某人有压力的意思 比如说我压力很大 je stress beaucoup je stress beaucoup 我压力很大 接下来的这两种表达用的是名词 je beaucoup de stress je beaucoup de stress je我有 beaucoup de是很多 stress呢是压力 它是一个名词哦 je beaucoup de stress 我压力很大 那另外一个词也表示压力 也是一个名词呢 是pression pression je beaucoup de pression 我有很多的压力 也就是我压力很大的意思 压力呢 来自不同的方面 那我们有一部分的压力 可能是来自工作方面 比如说我的工作压力 好那今天 莉莉安呢 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转发留言评论哦 想要跟莉莉安学习法语的话呢 可以在视频底下 点开信息栏 有我的微信号哈 那请注明学习法语 就可以加莉莉安的微信了 但是呢 请注意 我的课程是收费的 所以呢 非诚勿扰 感谢你们收看今天的视频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A la prochaine Salute Mama